大家好,我是三浦,那我们继续讲一些香港的新闻 其实这个不是香港的新闻,是国际的新闻 发生我现在身处的地方,温哥华 今天是8月8日,那我们知道呢 温哥华现在未天亮的,那希望呢 是已经天亮了,已经下午的这个香港呢 能够调解这单新闻 那会不会有,今天会有一些新的 新闻在这个事件永远呢,我未知 但我相信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呢,是不出奇的 这件什么事呢,香港警察 在那揣访加拿大 在加拿大的中部的Mateauber的城市 温尼巴,Winnipeg 那它是举任了第20届的世界警察与消防运动会 在现在我所处的时间 8月6日呢,已经废忙 港警是不是已经全部鸟兽散呢 未必 我再说一次,未必 去到哪里呢 温哥华机会很大 我会讲一下一些我所知道的资料 根据光传媒的报道,港人组织 WHKC 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n 再次号召当地港人到场示威 期间,由香港警察用手机 近距离拍摄示威者的容貌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 起码有两三个 组织质疑是收集资料 成员也都向光传媒表示 已经约见加拿大国会议员 要求调查,加拿大政府 为什么容许香港警察入境 为期十日的世界警察与消防运动会 World Police and Fire Games 就在加拿大时间8月6日闭幕 当地港人组织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n 约30人到场示威 在会场入口的地方 向香港警察高叫口号 亦有港人在场派发自制传单 上面印有2019年反送中事件中 香港警察行动的照片 根据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n的提供的片段 会场入口的地方 有加拿大警员执勤 大部分香港警员在抗议声中进入会场 执勤的加国警员就分别分隔两边的人士 未有阻止示威 另一段影片看到 有三名的香港警察 由领域方向报入会场 期间被示威者追击 当然示威者并没有肢体动作 去襲击这些警察是没有的 这三个警狗 用手机近距离拍摄示威者 今天WhKC成员质疑港警 是拍下示威者的容貌 搜集证据 分分钟是以便利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跨境执法甚至报复 这些示威者是香港的亲友 成员Brian说过 即是温尼伯 香港看商的成员Brian 向光传门表示 抗争路上会一直走下去 他说这一次是针对港警 参与警消运动会的第三次示威 也是最多港人参与的一次 因为这一次是他们要走 秒授散的一刻 是有30名跨越不同年龄层的港人 第一次是在运动会开幕巡游 他们到场示威 当时成员拍到片段 片中讲警疑似被逃人和倒彩 有警员更运动向逃人叫嚣和挑人 过来啊死黄丝 画面就有一名蓝星芝麻 那个这样的死黄丝 第二次是发现警务署长肖扎儿 在当地机场准备搭机返港 在机场追击期间 有香港警察用相机拍摄的 他说白警留出这个相片 Brian就说一直知道 当地即将举办这次运动会 但在开幕前一两天 才由新闻得知香港警队派近300人参加 一开始很诧异 然后很愤怒 为什么加拿大会好像冒险鸡笼 容许香港警察参加如此大型的国际比赛 他说美国对很多香港警队高层有制裁措施 如果运动会在美国举办 警务署长肖扎儿都不可能到当地出席 为什么加拿大作为西方重要民主国家 可以容许 这个是很费的问题 肖扎儿已经被美国制裁 制裁不可入境了 马格尼茨基人权法 加拿大都有加拿大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 避而不用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加拿大今次外交部是要背锅的 承担责任以后不能够一错再错 香港人 加拿大香港人 无论在温哥华 在这个温多伦多 无论是在这个沙省 或是在曼省 包括这个温尼伯 一起努力 向加拿大政府发出强烈的抗议 追究责任 以后不得一再犯错 同时运用马格尼茨基人权法 加拿大有加拿大版本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 禁止这些人进的 运动会 运动会 是interville想弄的 但不准有关人士入境 是外交部的处分权 这个不是IRCC那么简单 外交部 要做决定 要IRCC去遵从 所以外交部要背锅 谁要背锅 大家要搞清楚 OK Brian说组织将和加拿大国会议员见面 会要求调查加拿大政府为何容许港警入境 是不是有人成为中共的代理人 协力者和同路人 也都会继续呼吁加拿大港人 去信所属的国会议员表达关注 未来也会有其他纪念反送中事件的活动 在抗争路上会一直走下去 今天世界警司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今天今届在上个月 即是7月28日开幕 有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 大概12,000名代表参加 香港派出近300名代表 警务署长肖宅宜也有当地参与开幕来 大家知道究竟这件事会怎样再走下去呢 我当然可以继续这样讲了 但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有消息指出 这帮人未走的 会逗留 这个消息未经证实的 就是说会逗留两三天在温哥华 其实如果这样呢 这帮警狗是相当蠢的 因为呢 他们似乎呢 好像说要列自民 列自民有什么呢 赌场 Viverrock OK 最近有一位 疑似投共的人士 也都是前政界人物 也都是知名的 一些做talk show的人 来到加拿大 似乎幼岛了 我说个幼字 大家都知道有什么意思呢 一个岛字 嫖岛饮出的岛 害死几多人的人家 投共 走狗 港奸 卖港策 就是这些人 所有的东西看得到 是不是如果有人 不是包括 不只是他啊 哪个人 又去赌钱的 是不是包括这帮警狗呢 是吗 警狗 其实很多的 何其多 赌钱有什么错 赌钱可以使你 人甲毁劣 各位 如果大家想去 看看这帮警狗的英姿 我们加拿大很多的手足们 据我所知 他不是受我指挥搞清楚 他们是独立的人家 准备好了 我奉行一件事 这里的民间团体 当然希望 就是说 有些行为的艺术表现 拉牌 给大家媒体曝光 有media exposure 这个是好的 我都鼓励大家 很多民间团体这样做 在温哥华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使到这些警狗 不是袭击这些警狗 我再说一次 你袭击它没用的 你袭击它才是舆论反转 是给它们袭击 你要做到一个情况 不是挑唆它来袭击自己 是真的给它们袭击 如果真真正正有香港的手足 被香港警察襲击 欲骂 拍照 甚至无疑一种跨境镇压 或者回到香港镇压 它亲友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就是如果它一言不合 先口角 继而被警察动武 一拳打到个示威者的面上 不得了 我极度建议示威者 在这些场合 其他场合 我不是要你black block 这些场合 穿回整个gear出来 这个不犯法了 在加拿大 OK 就是这个地方 看看香港的警察 会怎么做 一起唱荣光 一起唱肥妈 肥妈有话儿 一起来讲 香港警察 正一垃圾 香港警察 不做事又不读书 委任证拿出来 上上行人路 香港警察 吃屎了 我想请问大家 看看他们怎么做 笑在那里拍照 笑在那里拍照 阿sir 拍照犯法的 阿sir 上上行人路 看看他们怎么做 手足做事 不用你教 应该这么说 非常好 如果这么说 这些不犯法 他如果真的要 袭击手足 尤其在厕所 袭击手足的话 厕所没有 闭路电视 你别问我怎么襲击 国际新闻 这个才有用 所以有人要挨打 但是我相信大家知道要做什么 好不怕 你一天就卷屁酒 滚出加拿大 不要再回来 你留在那里 你牵势 你去赌钱 你去Richmond 你去吃东西 你去买东西 你去购物 你去赌钱的话 听不明白 文理诈招 今天当然 我记得 温尼伯的香港concern WHKC的组织成员 也发表过一篇这样的贴文 所以我看完之后 也觉得相当有意思 不抗不悲 追击黑警 纵使徒劳无功 绝不无疾而终 感谢这个星期支持 支援我们追击黑警的所有兄弟姐妹 手足朋友 多谢你们给个机会 我们与你们同行 光复香港时代达明 不抗不悲 抗争到底 很多人会问 这样的抗争有用吗 既没有用到火魔法 又没有用到死尿 死蛋尿蛋 连鸡蛋拖鞋都没有飞出去一只 黑警大摇大摆 大摆走入会场 大摇大摆 毛都没有小条地走出去 香港班官 官媒党媒还要大肆宣传 英雄回归敢歌颂 这一帮杀人兇手 你们所谓海外手足 这样叫做做了事 是 对不起 我们无法用魔法 去对付这帮杀人兇手 连物理伤害都没有施展出来 但是不代表我们 就没有对他们造成伤害 今次的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 是一帮死黑警第一次 到2019年之后大规模出访的活动 黑警在过去的四年 入边缝在自己的世界 以为自己不单止在香港好受欢迎 就算出到外国都是好傻 包括中国台同胞在内的人受欢迎 但事实是不单止香港人对他们痴痴以鼻 就连对讲广东话的大陆同胞 讲英文的加拿大本地人 就连世界各地不同的执法和消防团队 都不看不惯这帮 嘔打强奸谋杀示威者的杀人兇手 他们的暴行不单止再一次呈现在全世界的人民面前 更加是用他们暴行去提醒西方世界 香港政府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 今天的香港政府只是北京政府的快乐政权 在这个星期一 在今个星期一连十日的追击行动 除了一连串招呼问候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去质问加拿大政府 究竟加拿大政府是对抗中国渗透里面 加拿大政府的立场和方针 在今次300黑警的事件当中 大家都看到的加拿大与同一个冒险鸡龙 违反人权法的黑警部队 竟然可以自由出入加拿大 受美国制裁的狗头肖泽宜 竟然可以进入加拿大 作为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一员 加拿大究竟是站在自由世界的一方 还是站在亲共亲习近平的一方呢 全部都需要加拿大手足一起去夹加拿大 要加拿大明确他们的对话立场 再者香港黑警是加拿大秘密首证 拍我们手足的大头 日后会不会被秋后算账呢 会不会用来海外拍到拍到的片作为呈堂称功 加拿大政府怎样保护流亡香港的手足的安全呢 全部都是我们想知 需要知和需要加拿大政府回答的问题 今次追击行动其实未完 我们继续恳请各位加拿大手足 帮手写信去质问各地的NP 就是国会议员 希望透过他们的力量向政府施压 希望实质改变加拿大政府的对话立场 今次的追击行动 只是我们光复香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 虽然我知道很多好朋友 看到片看到黑警 被手足骂到狗事好书压 但是今次行动其实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实质的伤害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海外 狠狠地落了他们一次面 但是这样对比他们2019年对香港人的伤害 远远是微不足道 其实今次是连阶段性胜利都没有 今次只不过是香港人的一次小反击 以后的反击陆续有来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跟香港人同行 各地的香港人 在不同的战线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平台进行打击 无论你是文宣手足 还是去招呼的手足 只要能够可以攻击到他们 我们一同前行 再一次多谢各位同行的手足 抗击共匪 光复香港 势不低头 时代革命 香港独立 唯一出路 这一篇就是温尼泊 入品申请 《愿荣光归香港》 高等即是禁制这首歌 高等法院袁仲廷 原先是7月28号已拒绝批准的了 政府今天发稿 公布律政司司长 决定提出上诉 已经向法庭呈交上诉 去可申请 律政司发言人说 作为公众利益的监护人 申请与临时禁制令 是为了履行港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安行为和活动 保障国歌的专业 又说 袁仲廷在半词都指出 基本上不需要质疑 有关歌曲被有效用作 煽动分裂国家 创作《愿荣光归香港》目的是 激发反抗建制情绪 以及分离信念 也有合理理由相信 YouTube出现香港国歌有关片段 导致在国际体育赛事播错国歌 律政司发言人最一步指出 袁仲廷不批临时禁制令 不是因为行为合法 是法庭认为即使没有禁制令 借袁仲廷国煽动本身 已构成刑事罪行 虽认为禁制不会有真正功用 又认为禁制令执行程序 可能会和国安法检控程序有冲突 律政司思想认为有需要 上诉申明法律观点的话 政府又强调 但又煽动意图下 传播或表演袁仲廷香港 或当作香港国歌传播或表演本身 都是刑事罪行 市民绝对不应以身示法 以为renews的暴动 其实这首歌有没有禁制令都好 按照国安法按照司令或罪 有时国歌法随时都可以将所有人全都拉 禁制令 但根本对于情界播放这首歌的人不必要 而且禁制是一句一粒音符 两粒音符还是三粒音符 一个字两个字还是三个字 还是要禁制在加拿大台湾美国澳洲英国 法国、日本去播放这首歌 完全是不知所谓 如何执法不知道 所以禁制香港的香港人 去讲、去唱、去播这首歌 我绝对做不到在YouTube上出现香港国歌的片段 虽然这件事完全是匪夷所思 但它坚持上诉 一方面为免 二方面港共政权 律政司要向中共表忠 向习近平表态 三、当然就是希望上诉庭能够扭转这局面 然后将这件事用劳力时间费用拖到 到去有人上诉到最高法院为止 即是中心法院为止 这个就是他们的做法 也就是他们用这个方式 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 但事实上可以做到的极少 它不需要一个禁制令 不需要多条例藐视法庭罪 它直接用这个国安法、国歌法 煽惑意图罪 煽动意图罪 都已经将一个人捕捉了 以及判很久的监 但这就是香港的情况 没有最无耻 只有更无耻 就是我形容这帮香港九官的行为 OK 今天先讲到这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明天再和我一天 解决